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程静 一如采访报道 专家 中国经济两大危机难解 习误判连连 中共近日发布去年经济数据 称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前景十分光明 但外界纷纷质疑 专家认为 中国陷入房地产危机和债务危机 而中共党魁习近平当局无有效措施 误判连连 导致经济线严重困境 举债模式持续不下去了 中共称经济前景光明 市场不买账 外界不看好 中共统计局周三 17日公布一系列经济数据 其中GDP增长5.2% 该局局长康义在新闻会上说 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 可以说是交出了一份成色好 分量足的成绩单 中共副总理何立峰 周四会见美国前财长 华平集团主席盖特纳什 表示中国经济前景十分光明 将持续扩大高水准对外开放 然而市场不买账 周四18日上午 A股上证指数 户指跌破2800点 截止11时7分 已跌至2765.7 跌幅为2.4% 不过经国家队出手 户指2800点 失而复得 截至收盘 户指涨0.43% 深层指涨1% 创业板指涨1.93% 周五 19日 A股在下跌 户指收跌0.47% 2832点 本周累计跌1.72% 连跌三周 深层指收跌0.68% 爆8787点 创业板指跌0.98% 爆1715点 外界也不看好 华尔街日报 中国失去光泽的GDP增长 路透社 中国经济复苏令人失望 美元走强 油价下跌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 经济感觉正陷入衰退 法国财经媒体回声报 中国经济增长率处于30年来最低水平 日本NTH 中国经济复苏乏力的状况仍在持续中 专家 中国经济两大危机难解 外界为何对中国经济没信心 台湾总体经济学者吴嘉龙日前对大纪元分析 中国经济的重大问题 第一是房地产危机 第二是债务危机 这两个问题把中国经济卡住 中国房地产是过度开发 过度建设 过度投资 而债务危机就是过度举债 吴嘉龙说 很多人放弃房地产 因为缴不起房贷 没办法还钱 这就会压缩消费 增加储蓄 大家都准备还钱 很多人都陷入还钱的经济模式去了 所以你看不出中国经济能够转好 这是重要原因 中共党魁习近平早前提出的供给侧改革 去库存 针对房地产 去产能 针对国营事业固定设备投资 去杠杆 针对金融业要降低杠杆 不要过度投放 过度信用扩张 吴嘉龙说 这反映出来的就是债务经济 如今中国经济陷入债务经济的陷阱里 引出了金融危机 财政危机 就业危机等等 吴嘉龙说 债务问题导致钱被掏空 资产被掏空 他分析 所以习近平为何要去对付香港 因为很多贪腐的钱是经由香港洗到海外的 他要把洗钱的破口封起来 才会去对付香港 但是吴嘉龙认为习近平面对的工作其实很困难 打贪腐是对的 但是贪腐的背后不是用政治斗争来解决的 他必须靠法制 靠权力制约 监督 但他没有 共产党制度没法对权力加以制约跟监督 所以贪腐打不完 从邓小平时代就贪腐到现在 最后中国经济卡在制度问题上 贪官掏空了国家资产 企业资产 导致债务危机 这些危机短时间根本没法解决 房地产不解决经济好不了 至于房地产问题 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研究员王国成也认为 不太可能解决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 全部跟房地产有关 当局暴力救世 房地产投资不升反向 更跌入负成长 美国经济研究公司 荣鼎集团报告认为 中国房地产行业仍在萎缩 消费者支出有限 贸易顺差下降 以及地方政府财政遭受重创等现实情况 意味着2023年 中国的实际成长率约为1.5% 而且2022年 中国的经济也水分很大 实际增长只有0%至2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 克鲁曼在纽约时报撰文 中国经济陷入严重困境中说 中国政府透过推动庞大的房地产泡沫 掩盖了多年来消费支出不足的问题 事实上 以国际标准 中国的房地产业规模已经大的离谱 但泡沫最终会破灭 王国成表示 整个房地产业起不来 不只是房市消费 整个中国大陆的消费都起不来 衍生的借贷 还包含了村镇银行 这些债务危机 不良贷款 也都是一个个窟窿 他说 不去解决 中国大陆经济一定不会好 问题是 这个问题还不能拖 因为整个房地产资不抵债的问题 越来越严重 因为你不让它倒 可是每天开门就是亏钱 所以负债越来越多 政府束手无策 习近平三大误判 经济无有效对策 过去一年 全球主要国家的经济在三年疫情后都呈现强力反弹 而中国经济却复苏乏力 分析认为 习近平试图以中共秩序取代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国际秩序 对外恐吓胁迫 惹恼了西方世界 吴嘉隆认为近年来中共跟美国处于对抗姿态 以致驱动中国经济的一大动力出口导向出了大问题 美国就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撤出中国市场 供应链转移出去 大家都知道 中国经济仍然是出口导向的 如果被美国杯葛 中国经济就搞不起来 美国等于再向全世界证明 我可以把中国经济拉起来 也可以把中国经济打下去 习近平等于是配合演出 吴嘉隆说 他要跟美国叫板 跟美国平起平坐 但没有能力 所以 中国经济今天出的问题 除了原来自己的制度问题之外 根本原因在于搞坏了美中关系 这样一来 我们看出习真正的原因是错误判断 他以为有大国崛起 其实没有 他以为有东升西降 其实没有 他以为可以弯道超车 其实也没有 吴嘉隆说 这三大误判 让习近平以为可以跟美国叫板 可以对美国强硬 恰恰中计了 克鲁曼也说 中国经济为何陷入困境 部分原因是领导不利 习近平开始看起来 像一个糟糕的经济管理者 他的任意干预倾向 这是独裁者经常做的事情 扼杀了私人积极性 习当局近期出台了一系列较小规模的措施 比如小幅下调关键利率 降低购房者房贷成本 鼓励银行向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财发商 提供更多贷款 但这些措施 在扭转经济下行压力方面 收效甚微 王国成认为 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阶段 一定从工业走向服务业 可是北京就不喜欢 也不会从国家的层面去颁布消费券 真的去刺激大规模消费 中共去年秋季表示 将发行人民币一兆元的国债 这是迄今为止 采取的规模最大的刺激措施 但华尔街日报引述经济学家认为 这仍不足以扭转经济下滑势头 许多经济学家感到困惑 担心中国可能会陷入价格下降和需求疲软 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专家 举债经济发展模式无法持续 吴嘉隆分析 中国经济问题本质是债务危机 就是它的债务经济模式走不下去 中国经济有一个重要的特色 就是举债发展 借钱来搞发展 中国债务之高为外界瞩目 彭博日前估算发现 去年第四季中国整体债务战GDP比达286.1% 再创历史新高 据央行统计局的公开数据 中国整体债务战GDP比几乎达三倍 中国多个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严重 截至去年11月为止 地方债已达人民币9.14兆元 远远超过去年全年的7.36兆元 创历史新高 其中主要是借新还旧的 在融资债券发行规模创新高 吴嘉龙说 债务经济模式的关键点 就是资本的报酬要超过资本的成本 投资报酬率要高于利率 或者经济增长率要比利率高 可是他没有办法运用资金来取得足够的报酬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资产被掏空 比如恒大 民间企业里面很多资产都被掏空了 为什么 因为他要拿很多钱去买通上层 政治上打通关节 第二大股东跟高管跟红二代等等 白手套早就把钱转到海外去了 所以看到从民间开发商到银行 到国有企业到一些大型影子银行等等 就是非银行金融机构也都存在一个现象 就是资产被掏空 早就被有权力的人转到海外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发现 借了钱还不出来 当然就会演变成债务危机 演变成金融风暴 银行危机 经济危机等等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